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留下了李大钊从容复难的遗诏 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他身着灰布棉袍 青布马褂 炎然以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态度极从容 毫不惊慌 这是我们想起 他在二十七岁时写的那首七诀 壮碟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赴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斧 高筑神舟风雨楼 一个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 最终成为一名彻底的共产主义者 李大钊遇害举国震惊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 发表悼念文章 称他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 是最勇敢的战士 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万人追悼大会 北京 上海 天津 太原等城市 也纷纷集会悼念 1933年 李大钊的灵鹫被安葬在北京湾安公路 这位河北烙亭出生的农家子弟 死后和普通百姓葬在一起 就在这一年 鲁迅在首长拳击题记中写道 他的遗文却将涌注 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 革命史上的封碑 李大钊牺牲在五大召开之际 这是当时严峻行事的真实写照 4月6日 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 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 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4月2政变以后 五大之前 全国已经形成了三重政权 一是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 再就是上海南京的简直反革命政权 再就是武汉革命政策 那么这个时间呢 在武汉政府和中共党内都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东正讨奖 一个是继续北洋 中共中央曾经一度赞成过主张东正讨奖 后来很快呢 经过讨论呢 又决定支持武汉政府北洋的主张 先北洋一封一箱那个会合之后呢 然后呢再讨奖 这样4月19号呢 北洋呢 军在武汉又再次实施北洋 虽然是在412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关头 但当时武汉政府还未公开叛变 因此中共武大还是开得十分从容 开幕是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副小的礼堂 正式会议则在汉口三马路的黄皮县会馆 大会从4月27日到5月9日 整整开了13天 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就做了长达五个小时 这个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 译成的中文也有几万字 同时中共还邀请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在武大上讲的话 尽管政治报告洋洋万言 尽管陈独秀口才极佳 但代表们对这个报告却十分不满 签名发言的就打38人之多 曲秋白还在大会上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正是有了这样的呼声 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一决案中 才有了这样的结论 当时我们的党 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法的斗争 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以致没能有效的防备蒋介石的叛变 大会还通过了土地问题一决案 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身的政权 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 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政权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 毛泽东用32天徒步700多公里 考察了湖南武县 2月12日到武汉 住在武昌农江所附近的都府第41号 写出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 隶属了中央的农民运动政策中 八个方面的右倾错误 随后在3月上旬 正式向中央送交了那篇著名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陈独秀在上海接到报告 却搁置不理 这时中央分管宣传的曲秋白 为筹备五大来到武汉 看到这份报告十分兴奋 倍加赞赏 对陈独秀的态度十分不满 愤愤不平地说 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 还割什么命 便决定以党的名义全文发表 并出单行本 他还连夜撰写了一千五百字热情洋溢的序言 序言是这样结尾的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 到前线去奋斗 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 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五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陈独秀仍然担任总书记 他的右星投降主义错误 没有得到纠正 在川北嘉陵江畔的古城南冲 在一所普通的院落里 我们见到了这位94岁的老人 他叫雷小辉 是健在的五大代表 这位开朗豁达的老人 首先给我们看的 是聂荣贞元帅办公室 1979年5月21日 写给他的一封信 雷小辉同志 来信息 荣贞同志说 他是五大代表 记得你也是五大代表 以后412反革命事变发生 他奉命去上海了解情况 因此没有出席五大 特辞正义 在革命大迷失败 那个时候 当女儿就有一堆 个个当然就有知识 就是在革命恐怖一天天的严重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叫各国当员 直训寻找安全地方 隐蔽下来 以免遭到更大的盛事 所以在当中央有了个知识之后 到7月15号 归宫正式分裂 烦恢复 强杀共产党人 和决于人民认识 我们就根据中央的知识 执行寻找安全地方躲避 五大结束后不久 新一级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和雷小辉老人一样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全党在白色恐怖中煎熬 武汉这个革命大本营 已是风雨危楼 5月13日 夏斗银在湖北宜昌叛变 5月21日 许克祥在湖南长沙 发动马日事变 屠杀工农群众 6月20日 冯玉祥在江苏徐州 和蒋介石会谈 电簇汪精卫共同反共 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召开 分共会议 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 公开背叛革命 至此 第一次大革命 遭到了失败 我们从1928年 8月20日出版的 布尔什维克一卷26期上 发现了这样一张统计表 从中可以知道 李大钊 只是这万千牺牲者中 最著名的一个 后来 据中共六大的统计 在此期间 被国民党屠杀的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有31万之中 这段血腥历史过去18年后 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外国的反动派 只要他们杀人越多 他们自己的力量就会越小 而革命的力量就会越大 烈士的血 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 1927年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改组 停止了陈杜秀等人的 中央领导职务 由张国焘 李维汉 周恩来 张泰雷 李立三 组成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 但党内许多同志 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彻底清算陈杜秀投降主义错误 确定今后的方针 面对卑鄙的背叛和疯狂的屠杀 中国共产党于7月13日 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对政局宣言 政局宣言 工农的血流遍中原 民众组织备受摧残 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革命的胜秘 全被消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 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 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8月7日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召开了 此时 据五大闭幕只有三个月 二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危难之中能盗会的中央委员不及半数 因此不能成为中央全会 只能叫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以后 共产党开始用盗动政策 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八七会议记录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 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 这一段话后来发展成为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肚民的露断 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次会议 他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解决了五大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 解决了重要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 还选出了临时政治局 正式委员有 屈秋白 李维汉 苏兆珍 向中发 罗亦农 顾顺章 王和波 彭派 任毕时等九人 后部委员有周恩来 毛泽东 李维汉 邓中夏 彭公达 张泰雷 张国焘等七人 八月九日 临时政治局选举屈秋白 李维汉 苏兆珍为常委 中国共产党终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8月1日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 贺龙 叶挺 朱德 刘伯承等 率领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 举行南昌起义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他用血与火的语言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八七会议之后 毛泽东奉命去领导乡干边界的秋收起义 起义势力后 他率领队伍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江西罗霄山脉南移 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时机 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 中国革命开始了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在此期间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黄马起义 平江起义 丧旨起义 魏华起义 百色起义等 中国南部的大城市广州也爆发了起义 据统计 到1929年底 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多达近百次 许多被称为红色政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就是在这些起义中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领导工农群众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八七会议 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从此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退出了领导岗位 陈独秀离开中共领导岗位后 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 接受脱派观点 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同年12月 陈独秀参与彭树志等八十亿人发表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32年10月 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 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十三年徒刑 当国民党法庭审判他时 他在变速状中慷慨激昂 义正辞言 把自己变成原告 猛烈抨击国民党 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 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致全国沦亡的行径 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 不是他陈独秀 而正是国民党自己 1937年8月 陈独秀坚持无罪释放 出狱后 拒绝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 也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防参议会 蒋介石的亲信朱家华 曾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 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 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 他都一一拒绝 靠写文章和亲朋好友的阶级度日 晚年贫困交加 1942年的5月27日 在四川江金定雇 中年63岁 这部首稿金粉类 是陈独秀陵语南京时 写下的五十六首七绝诗 最后一首诗 自来王国多妖孽 一世兴衰过眼明 这反映了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 转为马克思主义者 又从一个风云人物 回到一介书生的复杂人生轨迹 对陈独秀的一生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 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 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 他是有过功劳的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他与周围的一群人 如李达昭同志等 是起了大作用的 毛泽东还讲到他主编《新青年》杂志 提倡白话文 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 陈独秀在某几点上 好像俄国的普雷汉诺夫 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 创造了共产党 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雷汉诺夫 普雷汉诺夫在俄国 做过很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陈独秀则不然 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 但是他创造了党 有功劳 将来修党史的时候 还是要讲到他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带补不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然後带补不足 宣传 和 Sou 您 感谢观看